现在是在这个小镇上 这个离纽约比较远了 这边已经算是Safford County了 现在是在一个州立的公园里面 长岛的 这里面有一个很长的一条河 是以前最早的那个印第安人 就在这已经住了好几千年了 我左手边这个 这是一个小旅店 最早的时候 那些在这经过的人是把马停在那边 那边是停马的 然后人住在这里头 现在已经改成一个小博物馆了 前面就是一个 就是这条河 这条河是淡水河 直接可以通到海里的 右手边这个 这个房子也很老了 这是一个叫墨房 这个就是墨房 它是1868年就已经改好了 可以转一圈 没有开放 只是他们的工作人员在这里头 可能是维修之类的 这是墨房的后边 但这水多清啊 还有一小鸭子 从这个小楼梯走下去 可以更清楚看到那个水墨 哦 对 从这就能看到了 这有秋天的感觉了 这个墨房的旁边就是一个更大的湖 平时里有挺多天鹅的 今天不知道都跑哪去了 听这边这个 吱吱叫声多好听 这水特轻啊 小鸭子 这小花开得真漂亮 这小风一吹特凉啊 远处那就是海湾 这就是它以前那个老宅 这就是它以前那个老宅子 这草地现在如果要是不浇水的话 都该黄了 这小风吹的 看这小眼睛 这Canadian geese吃的多欢啊 这其实开了好多小黄花 这其实开了好多小黄花啊 这一大浪也大了 看这小鱼苗 哇哦 在原旧这条鱼呢 OK 拜拜 拜拜 看远处这个小鸭子还那么多 看不到白鹤 哦 后面有一只白鹤 太远了一下 这里还修了一个人工的小岛 两边都是这种河 两边都是这种河 中间这个岛是人工岛 现在早上去看一眼 哇哦 so pretty 要天热的时候 在这小亭子里待着 挺舒服的 围着这小岛转一圈 围着这小岛转一圈 现在都快要到那个Golden Hour了 安静 远处还有一个私家游艇 还有好多的鸭子 不安静 以前这里都是走马的 无边选我们的船渡 非常新鸣 优惠 谢谢大家